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这本全都是我的故事外本 是高下主的主角 断练大家真是精彩的故事当中 不如看到这本外本 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其实这本外本主要是要让大家知道 这间在地六十五年的电池 企业他们的創意真心 我面临这个企业的第二代 也在二十年前分家 那从过去我们听到中小企业 有二十几年的寿命到十几年 到现在七八年 所以我认为应该我是第二代 对上一代下一代我有这个责任 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把握机会 能做一个企业故事 甚至把它做成绘本 这段主角的故事 就是跟本人科技大学合作 用真处未竞争的方式来展现 不然是大人能够来感受 年轻也能够在外头的过程中 来合适企业的进行 蚂蚁最能够代表员工 能够诠释蚂蚂是最分工的 你看它蚂蚁是几百只 几千只几万只 他们在努力的搬东西 所以我觉得用蚂蚁最能够诠释 我是希望小朋友看的故事可以想 甚至大人看的 这个人其实零到九十九岁都可以看 所以大人看的 他可能可以看出其中马上的道理 但是小孩子看的时候会想一下 这是我一直写故事的一个中风 没错这本外本也将来很少到六十的外本館 到六十岁的社长社长表现 透过外本故事 让我们真的来了解在地 也让这些鄉亲做回来外头 给你掌声很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觉得可以用惠美的世界来做朋友 非常棒 那更重要的话我是说 均从故乡来因之故乡是 然后均到故乡来也因之故乡是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最棒 然后再透过了云克辣这么棒的一个团队 所以我们在动画 然后在数位这一块 其实都可以一次到位 为外本故事长 企业当事长空地委 最要传达的是努力和团体合作的精心 到来市公所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在地企业 来創作秀因的故书外本 让大家可以看到台湾人的草业 规定和真心 既长真心 藏不到